大家好,今天是3月4日星期一 我們先看看北水的情況 很多北水的情況資料都不講了 因為最近北水的活躍度是有活躍度 不過影響度不是那麼大 最重要是留意到20天平均線 這裡還是開始過往20天北水流淺 是有少少回升的 即仍未回升得很多 所以要像這裡這樣回升上多 才對市有大幫助 接下來我們看看 今天來的市場是活活躲躲 因為大家在等兩會消息 接著就是這裡 變成不是很多的板塊是動的 升的板塊裡面 我們找到最少是有黃金 最少有黃金 就見出這個是新高位 最主要見出新高位就是 聯邦主義說 不減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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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減息不減息 不減息不減息 不減息不減息不減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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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美國 它2023年第四季度 GDP的增長大約 多了三千多億美元 因為它同時的債務增長 是有八千多億的 大致上要發兩個半分子債 才支援到一元雞的GDP增長 那似乎這條數目呢 是真是入密夫子的 香港都是發債 我們需要有個警惕 只是警惕 你有需要真的要借的 沒有法子的 最重要一定 就好像香港政府 有這個廣告說 還得起才好借 所以最主要就是 你一定要去想著 如何還回它 都不外兩種而已 開源捨留 是不是 一是開源 一個是捨留 就是這兩點 那又怎樣做呢 那就要看一下 那些在位者 再其次 我們看看 美國是不同的 美國是很簡單 我想它不會想著還的 它真的不會想著還的 因為它一直是印銀紙出來的 那在這點 遲早 黃金 是一定會爆升的 那黃金要去到多少呢 那 有人說 有三千 有人說 六千 大約在二十年前 我已經說黃金 在美元 一個不折制的 印鈔的情況之下 黃金是可以有機會上到八千元一盎司的 那為什麼得出這個數呢 我暫時都沒有什麼好說 發夢吧 當然也不是的 不過真的 現在還未到那樣東西 你再說夢境 太多 無謂 好了 那 再其次 煤炭的行業一直都還是好 這個最近都一直好 銀行呢 這兩個星期是表現比較好一點 那資訊科技器材呢 這裏也比較好 因為呢 這個中央有一個叫做 就是 就是 要去舊換身 那很多資訊器材呢 是需要換的 軟件服務也同樣一件事 會出到來 是好的 好了 金方面呢 沒有啦 因為金已經建設差不多歷史新高 到時之中 那就是很簡單 那全部都升上來 那升上來 這些都是有頭有面的 就是比較大的 牛龜一點的 不是一些小的 所以 這個挺實在的升法 煤方面呢 你真的沒得好說 是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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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的 那再其次 在銀行方面呢 差打表現好的 另外一些 其他香港的銀行都表現好的 那 那 而 資訊科技方面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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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歧视软件服务 软件服务就是这个大家都要看看 要认识一下 因为迟一点 它应该都比较佔着一个重要的范畴 是需要大家多一点认识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个别的板块方面 美团有一升 理想汽车有一跌 曾经上升很多的 现在跌回来了 阿里巴巴这里 其他的都是 药物股药名生物 海洋石油 这些中国移动 都有些是升的东西 在这里的大家 我会觉得大家需要留意 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它今天虽然跌了1.7% 留意比亚迪牵起了今次的汽车减价潮 一年前大家都签了协议是不作恶性竞争的 一年之后现在为什么比亚迪会大幅减价呢 这个也会出现了一个就是 中国的电动车行业会作出一个是洗牌的效应 即使有很多药迪的可能应该会被淘汰 全中国 可能只剩下3至5家电动车 3至5家电动车 其他的是挂得的 所以大家买这个新能源汽车 投资在这里是需要留意一下 所以其中我们来看看 是 其子 它是试过保利加通道中族之后 今天稍微弹了上去 暂时未稳定的 再试保利加通道中族的时候 就可能会刹穿穿底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升上去才好 升上去 穿保利加通道上族 还有要升上去才可以摆下危机 今天可以考虑股票有 第一是电信营科 电信营科这里我们来看看 它的情况 最主要就是它最近电信营科 最近电信营科我们看到它是跌了下来 跌了下来之后去到保利加通道底 就希望拼一转的是反弹 反弹的位置就可以去保利加通道中 敬鈴 好的 那下来之后 행